Hello 大家好 我是医生 最近呢有数据显示啊 在5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啊 竟然有超过了4成的朋友 出现过腿抽筋的情况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在这个年龄度啊 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有腿抽筋的毛病 那很可能就是非常常见的现象 那么多数腿抽筋啊 都是一个特发性的 也就是说 它并不一定呢是缺带导致的 而原因呢 可能与以下这几个方面有关系 首先呢 如果说你平时坐姿不对 或者呢工作需要长时间的去久坐 可能就会引发腿抽筋 其次呢 如果说你有代谢相关的疾病 比如说糖尿病 甲状腺疾病等等 夜间呢 腿部这种痛性的 筋轮的情况呢 也可能会发生 还有就是呢 如果你在服用某些药物 比如说拎尿剂 还有呢 带沙坦的降压药 也可能会有腿抽筋的风险 最后呢 如果说你本身啊 就患有神经系统相关的疾病 比如说疾病啊 帕金森等等 也可能会在夜间啊 出现腿部抽筋的情况 如果说夜间突现了 这种腿抽筋 首先呢 要做的就是 干净止痛 可以到于使用热水 这个喷头呢 对着抽筋的部位啊 持续去冲洗几分钟 这样就能够缓解 一部分抽筋的疼痛了 为了减少夜间 腿抽筋的发生呢 我们也可以在睡觉前呢 进行一个适当的去拉伸 避免长时间久坐 多洗热水澡 并且呢 适当的进行一个 腿部的按摩 还可以尝试的 用脚后跟走路 来缓解症症 但是呢 如果这些方法 就这 好了 我们这期的健康分享啊 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